在实施变检进检的策略之后 由于许多无尊重感染者不再参加核酸检测 那么也不再需要去医疗机构就诊 所以很难再准确的掌握无尊重感染者的实际数据 因此从今天开始不再公布无尊重感染者的数据 但是呢 对于已经发现的无尊重感染者 仍然继续由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 指导其做好居家健康监测 官方区健康提供相应的服务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将继续以这个中国局病预防控制网络之报系统为主体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做好就诊病例的监测和报告 同时呢 开展多种形式的监测 比如我们以流感少典医院监测系统 开展这个相应的监测等等 那么加强对养老机构 精神病院 福利机构 学校 医疗卫生机构 等等这样的一些终点机构的监测 那么希望通过这些监测呢 可以比较及时的掌握疫情的规模强度范围和我们病原的变异情况 及时开展疫情的形式研判 为我们制定防控 防疫情防控的策略和措施 提供科学依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